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中華民國生日這一次 有一個人非常的認真 也非常用心 這個人就是這一次的 主辦活動的主人 叫做立法院長韓國瑜 他怎麼個用心 他不管在穿搭上面 裡裡外外整個穿起來 就像是國旗一樣 包括他的領帶 包括他別的這個 就完全是一個標準 中華民國的一個象徵 那另外一個 他非常用心的是在前幾天 他用這個電話訪問的方式 上了廣播 特別講到國慶晚會相關的議題 那在國慶晚會的 國慶日的前一天 也就是昨天的晚上 他非常罕見的上了廣播的節目 一講 講了四十幾分鐘 就在這個節目裡面 他大談中華民國真的很重要 過去八年蔡英文的時候 中華民國國慶非常扭捏 大家都不把中華民國給亮出來 中華民國這個小老頭 真的死氣沉沉 最近終於開始他的臉色 有一點點紅潤了 韓國瑜花這麼多的心思 到今天早上致詞的時候 特別的再講一次 他說中華民國 還有包括這個國旗 保護了台澎金馬 他何其重要 但大家過去這幾年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都忘了 甚至覺得提出中華民國 好像有一點不好意思 同儕之間只有講台灣 不講中華民國 他覺得這樣不對 所以他這一次毛足的權力 就是要讓中華民國回春 他的氣色要回來 他說很多的場合 沒有辦法高舉中華民國等等 反正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氣 賴清德在10月5號的時候 提出了祖國論 不過今天他的祖國論消失了 但是他非常的中華民國 8度講出中華民國 打破了蔡英文的紀錄 蔡英文8年之內講最多的一次 也只有6次而已 但這一次賴清德一口氣 講了8次中華民國 台灣44次 中華民國 台灣兩次 他也特別講到了 跟對岸的互不隸屬 因為他滿滿的中華民國 所以他講講講講到後面說 我們跟對岸互不隸屬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覺得 沒有像之前聽起來那麼膩 或者爭議性這麼大 所有人覺得說 他回到中華民國的正統 似乎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互不隸屬這個說法 好像大家比較可以去 接受的那種感覺 另外一個 賴清德自己也別上了 我們剛剛講的中華民國的徽章 穿著紫色的領帶 好 在這裡最重要是他的史觀 他提到了75年前的 滾臨頭戰役 66年前的八二三戰役 還包括45年前的美麗島事件 這個跟民進黨自己過往主張的 不能用內戰的史觀 來看中華民國 這個說法是截然的不同 而且以前蔡英文 只承認70幾年 但是他一口氣 已經拉到了113年 所以他的史觀 他的說法跟蔡英文 有滿大的差別的 請教我一下 其實很明顯的賴清德總統 讓很多人驚訝了 但你有看我們國民大會 你有聽我以前在講 你就不會太驚訝 因為賴清德總統 顯然是非常務實的 台獨工作者 那當然大家聽其言 觀其琴 我看藍營這邊有很多人也是 也有肯定 但也有講說 那他能不能說到做到 我們先從這個字面上 跟他的表現跟談話來看 剛剛要做已經幫大家做整理了 蔡英文總統2019 講中華民國台灣 那是民進黨以前 阿炳就比較不講中華民國 你講中華民國你不高興嗎 後面還有跟那個台灣 我們的國民就是共華民國 為什麼要講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感覺就好像有點一半 對不對 那現在賴清德總統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身上也比國際徽章 跟韓國瑜主席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他還講這個113年生日快樂 那蔡英文前總統講 中華民國在台風經碼 立足七十幾年來 輝文哥最生氣 沒事跟他通台 說是不是七十幾年 現在跟你講113年 還沒有 還不止113年 他是講當時揭竿起義 武昌起義 推翻帝制 因為整個講稿我看了好幾次 第二個 他告訴你 那1949年75年前的 古寧頭戰役的時候 我們擋住共產黨了 所以台風經碼就留住了 他沒有否認 就是1949之前的中華民國 以前的民進黨中沒有 這反而是賴清德這樣做 那好 剛剛還是那句話 聽其他關係有人不信任他 那至少他講了 但是問題是他講了這個 就是認同中華民國的同時 他又跟對岸切得更清楚 他裡面講中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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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代表 台風經碼兩千三百萬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所以他就是對兩岸的這個實質 兩國的硬的部分還是硬 但對中華民國認同的部分 出乎很多這個大家的意外 包含獨派 獨派也有雜音 我們以前不是這樣論述的 因為以前獨派是不要中華民國的 所以我才說從2019 蔡英文前總統跟賴清德總統 這六年這以來 其實民進黨正在往中華民國靠 就至少在說法跟這個論述上面是 有人講說 嘴巴講而已 心裡不愛 那他的心裡我看不到 我又不止暇先止 只是說現在看起來賴清德總統 因為每一個總統的第一次國慶演出非常重要 代表未來四年 他的論述會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賴清德總統 是會口說中華民國 升上別中華民國國旗 那我補一個 就很多人很介意 我也覺得他不應該 就是唱國歌的事 國慶我們禮拜一有跟大家談 我禮拜一就跟大家講 今天他一定不會唱 因為他沒辦法唱 進場太晚了 所以他更應該上禮拜六唱 因為今天入場的時間 已經十點半了 因為國慶儀節都是一樣 往年都一樣 元旦他會唱吧 元旦他會唱 元旦一月一號早上 一定可以開大大唱 他可以唱 對 因為元旦就是總統府辦的 就不是國慶籌委會 所以偉翰的意思說 10月5號不唱很不智 就是大家就會 因為會很多人失望 很多人聽你講中華民國 再講說所以你愛中華民國嗎 就想說你也不唱國歌 對 但他520其實有唱 所以還是那句話 國慶大會總統進場時間比較晚 是確實唱不到國歌 但是賴清德總統 他到底會不會開口唱 等到明年1月1號升旗 就可以看到了 不要說統派 獨派現在也非常抓狂 因為獨派的 絕對不能接受 去擁抱中華民國這件事情 不過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跟藍營的或者統派 或者中華民國派的中華民國 感覺他們走向的路徑不太一樣 賴清德的中華民國 他走的是跟對岸一刀兩切 但是藍營的統派的中華民國 是希望跟對岸好好的坐下來 好好的合作跟和談 好 另外一個人抓狂的 就是馬英九了 馬英九一早突然間 他不是在昨天預告 按照馬英九的習慣 他會前幾天 如果確定不去 而且這個旅遊不是新的 因為他認為賴清德 講的是新兩國論 這發生很久了 這520就這樣講了 也不是突然間講的 但是他早上突然這樣子提出來 他就非常非常生氣 綠營的包括總統府 現在不具名的官員說 很遺憾馬英九 就跟國台辦的言論是一樣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座位 旁邊突然多了一個 他可能不喜歡的人 叫做陳水扁 陳水扁很高興 所有重要貴賓都還沒來 他第一個就迫不及待的要去了 這麼多年來 蔡英文都不讓他去 他終於去了 而且他跟 因為馬英九沒來 所以他旁邊就做了蔡英文 蔡英文一開始看到他 不知道阿扁問他什麼 阿扁會不會問他 你為什麼不特色我 然後一直聊一直聊 都是陳水扁找蔡英文 一開始蔡英文還笑笑的 後來聊到我覺得蔡英文 已經不耐煩了 所以他的臉就很臭 後來好在有其他國家的貴賓 來找蔡英文 蔡英文立刻找一個由頭 就往後跑過去了 那包括他們後來唱國歌 這也很特別 以前蔡英文無當所中 幾乎嘴巴不開的 陳水扁都不開 但這一次兩個人卸任之後 兩個人都有開 無當所中的嘴型相當的明顯 講不然他們自己另外辦一個 這個國慶升旗的活動 他們大寶 二寶 三寶 大寶沒有來 為什麼 因為他說已經年輕人 這個也不能說自主旗 自主旗 私人行程 所以他就沒有出現了 這請教博弈 是 先講了 大家知道古年頭戰役 這個賴清德特別提到了 他是國共內戰的延續 也就是說他是同一個國家內 兩個不同政黨的對戰 而不是國與國的對戰 所以賴清德講出這些話來 跟他之前所謂的祖國論 感覺起來都有點變相的承認 兩岸是有點同中同源的感覺 因為不管我是你的祖先 還是你是我的祖先 都是源自於同一個血脈 可是這種說法我覺得 是表面上的友善 實際裡我覺得賴清德 不會真的這樣想 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相信他台獨的心 是根深蒂固不會改變 但為了拉攏中間選民 為了選票 所以賴清德總統這一次 不管是國慶前面的晚會 還是國慶典禮 都充分表達出來的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這是以往的民進黨 很難看到的景象 但這種做法我老實講 馬前總統能夠接受嗎 我相信他不能夠接受 因為馬前總統是大中華史官 跟賴清德的史官 是截然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次馬前總統 沒有參加這個國慶大會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相較於馬前總統 阿平啊 這個前總統 這個非常的高興 他關你什麼兩國論 還關你什麼祖國論 能夠參加這個國慶的大典 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陳水扁已經17年 沒有被受邀參加過 這國慶晚會了 這次能夠來 我相信不管什麼言論 只要去 他都非常的高興 但問題是 他個人很高興 在他旁邊的人 不一定很高興 要知道阿平現在 是什麼角色 他是個犯人 他只是保外就醫 他不是無罪 所以對於蔡英文而言 當然會覺得尷尬 剛剛開始聊日聊日 可能還OK 但聊久了之後 好像借顧跟外賓聊天 就停止了他跟阿平的對話 要知道 蔡英文任內的八年 他完全沒有邀過陳水扁 來參加國慶晚會 甚至是連最後的特色 他也沒有給陳水扁 所以對蔡英文而言 陳水扁做這麼久 表面上的高高興興 只是表面上而已 你覺得阿平的個性 會當場問他嗎 我覺得應該也不至於吧 剛場問也 我覺得以我們他的認識 我覺得尾翰 我們對他認識 我覺得不可能 我不知道 如果問的話 那我只能說阿平現在 也是無懼無畏 反正現在 他想問什麼也無所謂 而且蔡英文也已經是 現任總統 我還問 我們都跑過陳水扁 我要你怎麼看 那個因為早上這個媒體 都在捕捉這個鏡頭 就他們坐在一起 那耀州非常精準的掌握到 好像談到後來 沒什麼話講了 陳水扁一直問他 那因為大家都在拍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你們今天坐在一起 可是觀眾朋友 我要跟大家說 聽前關節醒 你要看蔡英文總統怎麼做 他剛剛PO了臉書 他PO出來的照片是這樣 這不是我做的 陳水扁呢 這不是我做的 那後腦是陳水扁 這就是陳水扁 那這是 他把他卡掉 就這個是媒體的照片 這是媒體的照片 但是這個是蔡英文總統 剛剛發在臉書上面 跟Track上面 所以他寧可出現一張 他跟空椅子的合照 沒有 這很重要 這是土瓦魯的那個總理的那個 可是他是空椅啊 所以就是他 他自己PO的 這不是 那你覺得他不爽嗎 就是 就像你講就是說 那所以他當然過去當總統期間 沒有想到要邀請他來 或者是說幫他特赦 這個可能適度 他是耳邊切一半 這個我們就是可以跟大家講 我意識到說 他應該有很多正面的角度 可以卡掉他 他選這樣 刻意選這個角度 然後把他卡一半 那可以就 反正也不用回應 小編就是直接把蔡總統 對 沒有注意 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 這個一定有問過蔡英文 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 小編這樣搞一定有問 但是照片就是長這樣 好不好 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 但照片就長這樣 好 那我另外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講到說統派 還有包括藍營的人 各自的不同的解讀 有人覺得好 有人覺得說這個賴清德 可能有別包藏禍心 那中共到底會不會軍演 目前看起來他軍演的理由 可能找不到 目前看起來很難有 大規模的這個理由 不過有人講說 今天要軍演 還關於什麼理由 他不用理由 他們也派來了這一些軍艦 三十六基建有來到出海來台灣 就是這個國防部秀出來的圖 但是可以發現民進黨 對於賴清德最近的言論 民進黨可能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跟過往他們的說法 衝突性太大了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的 朝野協商的時候 就上演了一幕 國民黨的立委羅志強 特別去問民進黨立委說 你們賴清德幫出了祖國論 非常認同中華民國 你們怎麼看呢 這一講的時候 吳思耀他們就說 跑了 全部逃之夭夭 吳思耀還罵他說 我們在協商 你故意提賴清德 很奇怪 你是來亂的 賴清德突然間變成伏地魔了 羅志強就說 他怎麼變成不能提的髒字 太奇怪了 然後郭正恩一直講說 林卓水最近一直跟他反應 他說他很焦慮 完全失眠 他覺得很崩潰 包括林卓水剛剛講 說賴清德這樣的情緒 完全是一個孤城孽子 怎麼那麼迷戀中華民國 所以他也不太能接受 蔡其章也在臉書寫 我的祖國生日快樂 不知道是講真的還是怎麼樣 整體的 包括台中出現一個 非常罕見的畫面 民進黨的立委何欣存 很少去參加國民黨政府 舉辦的升旗典禮 不但去還拿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現場所有藍營的人都說 何欣存怎麼來 還拿中華民國的國旗 高雄市政府看過去 所有要選這個市長的 還有包括陳其邁的 每個人都高舉中華民國 不是拿而已 是這樣拿起來端著 你看他們手都是左右手端著 包括邱依營 包括許智傑等等 這些人全部都拿了國旗 陳其邁還講高雄的精神 沒有任何的困難可以擊倒的 但高雄是以前是怎麼做 去年是根本不辦 去年是沒有辦國旗升旗 他告訴大家說 又沒有規定一定要辦 那前年呢 前年他們辦的時候 喊出陳其邁喊的是什麼 喊我們都是台灣人 今年變化如此之大 請教博弈 我好期待 民進黨在他們黨慶上面 不只放他們黨旗 也放國旗 每個都這麼喜歡 那你要再等整整一年 對 我要再等等看 我非常期待會有這種畫面出現 但很明顯的 民進黨現在跟民眾黨一樣 都變成一人政黨 賴清德說了算 連賴清德都擁護中華民國 那他旗下這些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哪敢侮逆他 所以每一個通通都要看風向 求生意志很強 國旗通通拿出來了 陳其邁 老實講陳其邁之前 真的跟中華民國國旗 一點關係都沒有 很少看到他 跟中華民國國旗 這麼親密熱切的 他也會拿 但是不會端舉的 這麼表白 這麼的熱情 還說什麼 高雄的精神 不會被擊倒 講一堆 那還有蔡其昌 居然連我的祖國 中華民國國旗都出現了 只有我不曉得 蔡委員 這輩子有沒有曾經 這樣子PO過 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查一下 所以林佐水失眠 是不是因為這些狀況 我想林佐水可能恐怕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失眠 但是我覺得他心裡 一定是五味雜陳 可是有個重點 就是賴清德非常自豪 他的祖國論 以及他的中華民國論調 可是綠營的民意代表 卻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因為認同中華民國 等於違背了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民黨的一些民意代表 一方面為了不要去得罪賴清德 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得罪森綠選民 所以到現在賴清德三個字 好像變成了禁忌字眼 一講出來之後 反而是綠營的立委 不知道該如何自處 這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 不過也凸顯了一個情況 就是賴清德的想法 跟民進黨中間那些 所謂的最元老或者是森綠的選民 是否能夠連接在一起 我覺得目前還是有待考驗 雖然賴清德很明顯的想要跨出 向中間選民的內部 可是他自己內部 森綠選民 以及他的台獨教派的那些人 賴清德能夠把他們都能夠 整合得好嗎 我希望他能夠有做好的表現出來 但問題是 是否真的如我們想的那樣的美好 那樣的圓滿 我覺得賴清德接下來挑戰 還會非常的多 賴清德這麼用力的 用力的擁抱中華民國 希望可以跨過藍綠 但是他們底下的民進黨 顯然心裡跨不過去 失眠的失眠 不敢提名字的不敢提名字 狀況非常多 另外一個民眾黨 在今天國慶的大點上面 心情也非常複雜 他們本來受邀要出席國慶大點 一開始還沒有聽到說 他們要集體的出席 但是賴清德有個動作 他非常溫暖的 邀請了給柯文哲的夫人 夫人是因為心情不好沒去 特別空了一個位置 今天就是這個地方 空了一個空椅子給他 希望虛席以待 但是柯文哲沒辦法來 所以他們民眾黨的人說 既然這麼溫暖 說他們巴西立委全部都去了 穿了一個白衣袖 上面寫Justice 是個希望有司法正義 到現場去 黃國昌在現場接受訪問也講 對賴清德喊話 說你只有40%的選票 如何面對其他的60% 不限定你的情況 你要拿出具體的行動來 黃國昌一開始還質疑說 內政部就沒有安排位置 是因為韓國瑜特別溫暖 所以你們後來才補這個位置 空椅子 但籌慶會說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其實是籌慶會決定 一開始就有安排 跟內政部是沒有關係的 下午民眾黨自己 另外在西門町 這麼熱鬧的一個地方 捷運站出口那個廣場 很多人的地方 他們辦了一個力挺柯文哲 很思念柯文哲 希望柯文哲 趕快回來的這個活動 陳佩奇是壓軸 他到剛剛才制止 手上拿了一張司法不公 政治辦案 他說賴清德今天在國慶文告 講得方方面面 兩岸國政 還有包括對國外的關係 還有包括內政 但是他居然有個東西沒講 以前蔡英文都會提 以前蔡英文司法 國慶文告都會講到 司法正義 司法相關的這一些改革 不過這一次居然賴清德 都沒有碰到司法相關的議題 陳佩奇就戳到了這一個點 他說賴清德你的文告 少了一項少了什麼 少了我手上拿的司法 正義這一張 所以他希望柯文哲趕快回來 然後昨天他們到金門宣講的時候 出了一個狀況 是不是真的越來越多人 有所謂的跳船 離開了民眾黨 過往柯文哲到金門去的時候 跟金門的縣長陳夫海 尤其他選舉的時候互動很多 互相幫忙 甚至被掛上是友軍的一個概念 但是這一次阿伯出問題的時候 九月就傳出陳夫海要跳船了 那現在到昨天去的時候 十月九號去辦活動 陳夫海居然沒有現身 他們的副議長都去了 副議長的老婆也去了 包括他們民眾黨 黨部主委都出現了 但最重要的陳夫海 他真的跳船了嗎 請教委 其實柯文哲主席的司法的風波 一開始我在我們國民大會 就已經很早第一天就講了 就一損俱損 一榮俱榮 我認為 因為我是政治評論員 我認為可以適度的就是 阿伯面對他的司法 然後你們另外中央委員會 找一個副主席出來以後 整個黨部不受影響 不然的話 從九月五號到現在 民眾黨就是挺柯文哲這件事 沒有第二件事 那當然小草還是很鐵 可是問題是你怎麼增加你的支持度 你怎麼增加你的那個26% 往上變36 變46 那政治是很現實的 陳夫海縣長還沒有去 也不代表說以後 如果柯文哲之後無罪什麼 他可能也會 但現在他不想要牽扯這個事 如果你跟民眾黨的活動在一起 都是聲援柯文哲 那有些人會擔心就是 那我聲援到後來如果真的起訴了 然後也判有罪了 我該聲援嗎 但每個政策有不同考量 還有每個地方在選舉的那個選民的結構 是怎麼樣不一定 所以陳佩琪身為柯文哲的太太 今天我有看他們下午的那個集結的 那個新聞廳的現場 我看來也是覺得挺心酸 因為他等他先生回來 他說柯文哲救那麼多人 趕快把他放回來 放回來才有司法正義 那講這個話 身為這個當事人家屬 我當然理解陳佩琪這樣想的 可是佩琪姐也要了解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想法 有的人覺得 懷疑柯文哲可能有設法 有罪的 怎麼可以放了他 就要有司法正義 不放就是沒有司法正義 換你是領導規約 柯文哲一定對 所以這種狀況是 他就會影響到整個民眾黨 那民眾黨現在目前卡在這邊 就希望能夠幫柯文哲爭取 可是柯文哲 他現在不是只有一個案子 我先跟大家講到現在 金華城的案子 已經看來要收尾了 可是其他案子 看來要開始了 其他的 對 如果說其他案子 那他需要 就繼續還要再 把他當成是證人 或者是就是被告狀況 要去問他的話 也許真的不是兩個月 因為民眾黨都在等兩個月到 想說十一月五號到了以後就 大家覺得好像查得差不多了 今天不是有一個人 也在剛剛我們前段講 也跟蔡英文總統坐在一起 陳仁編前總統 他光是壓在那邊 審他的案子兩年 兩年後才開始服刑 兩年期間 阿伯的案子更多 對 他有十個案子 所以兩年的期間 一直在收押禁見 然後後審 收押禁見後審 兩年 所以柯文哲現在目前 看起來也是四五案 可能沒有那麼快 所以他講說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會把民眾黨跟柯文哲 我現在不是說柯文哲一定有事 可是柯文哲在這案子 而且他偵辦的程序 對 結束之前 其實黨應該歸黨 然後聲援歸聲援 這樣才不會說民眾黨 其他議題沒有辦法突出 大家其實現在也搞不清楚 民眾黨在立法院的法案 或什麼他們有什麼意見 都是在想柯文哲 那你每次有大活動 都是挺柯文哲 就會變成是綁在一起 柯文哲如果到時候被判有罪 民眾黨會更傷 如果他完全無罪 而且是司法破壞 民眾黨才有可能奮起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國昌 絕對不會搞不清楚 因為我們跑新聞 我們都知道 相關的位置 活動的安排邀請 全部都是慶酬會 怎麼可能會是 跟內政部有關係 那為什麼黃國昌 要刻意的去講 是內政部故意不給的 內政部很糟糕 是韓國瑜很軟心 才給這個位置 我覺得黃國昌 不可能搞不清楚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國昌為什麼這樣講 我真的也沒有辦法知道 除非我今天是有遇到他 沒有問他這個問題 但是我跟耀州 跟負責任跟觀眾朋友報告 就確實不是說 故意不排給他 而且這個 因為慶酬會 已經出來解釋了 就是說邀請貴賓 是我們慶酬會的大會處 所有的活動 從一開始 從辦什麼什麼的 都是慶酬會 跟這個韓國瑜 兩邊一起合作 內政部不會有什麼特別意見 所以我們國民大會 在今年二月一 韓國瑜當選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跟耀州 又跟大家講 今年的國慶一定非常的韓國瑜 因為國慶 非常中華民國 對 就是說韓國瑜的 中華民國元素就會回來 因為國慶籌委會 那個主委很重要 所以這個位置安排 確實不是說 誰可以決定的 也不是賴慶酬總統 或者是行政院長可以決定的 就是國慶籌會的主委 就是立法院院長 為什麼是他 因為國慶籌委會 是代表全國的民眾 軍民同胞 歡慶國家生日 那誰代表 就是民眾的代表 誰是民眾代表 就是民意機關 立法院的龍頭 就是民意代表 所以一直都是這個嚴格 所以以前蘇嘉全 游錫坤 陳昭志今天寫了個臉書 他很稱讚韓國瑜 他說為什麼以前阿扁都沒有被收到 因為他停扁 是因為民進黨 立法院長都沒邀 韓國瑜才邀 對不對 所以他很聽韓國瑜 韓國瑜自此間地區 就想說陳前總統坐在那邊 他多好 對不對 所以其實立法院長 大家怎麼沒罵蔡英文 他等同罵了 所以剛剛照片就變這樣 他等於就罵了 對 他等於就罵了 之前民進黨執政時期 怎麼都不約 蘇嘉全跟游錫坤院長怎麼沒約 但是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樣跟阿扁又牽著在 因為他有案 所以陳昭志其實是狂扁粉 很狂的扁粉 他非常支持阿扁 但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很狂的草粉 這個我覺得聽到這些故事 我也覺得沒想到 我們人世間有這麼溫暖的故事 現在柯文哲他在看守所裡面 他在看守所裡面 一點都不寂寞 為什麼 看守所同樣在裡面的 有一個鋼鐵小草 超級的科粉 他不斷的寫給索方 他自己本身是收容人 他寫給索方 說拜託 拜託求求你 把我跟柯文哲關在同一間 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偶像 住在同一間 但是有一個問題 柯文哲他現在是被羈押禁見 但這一名鋼鐵小草 他只有被羈押 並沒有禁見 所以他被要求說 你們是不可以住在同一間的 然後他說沒關係 乾脆請法院也把我禁見 這樣我就符合資格 可以跟他關在同一間 但是這位收容人是50幾歲 不知道這個故事是真的 但是索方目前也沒有出來否認 所以有可能真的是真的 真的是超級無敵的肛粉 另外一個也是小草出來的 但是他惹發了很大的一個爭議 在昨天社群上面 出現了一篇爆料 說有一位新娘最近結婚 新娘走紅毯的時候 用手寫的看板很粗糙 上面寫說 紅包如果包不到1200塊的 自己走去垃圾桶 當然我們一般人看到說 這應該是苦手搞笑的 他這個1200還是用 臨時貼上去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本來要是 罵包紅包包多少的 但是我覺得就算是開玩笑的 萬一真的有人包1200怎麼辦 當場是不是很尷尬 這個玩笑到底行不行 這個文這樣一寫出來之後 本來沒有特別講誰 他只有講說這個人 身上還背了三條前科 跟他結婚對方的這個夫家 並不知情 那爆料的人是大罵他說 你很像對岸參加春菇的結婚 來乞討一樣 就覺得很糟糕 陳怡就出來講說 這個人就是網紅 陳希有科地圖炮 陳青在太陽花學運裡面 被指控挪用公款 當然我們想知道 李皮皮的最新的反應 但是李皮皮 臉書寫了一篇的解釋 但他說禁止媒體轉述 所以我們很想要平衡 不得沒有機會可以平衡 大家可以到他的臉書去看 他的最新的一個說法 過往2014年他的新聞 太陽花學運裡面 1985募資的這一些有工帳 都是人家的錢 他被指控他去配私人的眼鏡 報9千塊計程車費用 去回家餵貓 他當時有講說 沒有 我做錯的事情 我會改進 但沒有A公款的任何一毛錢 當時有這樣一個說法 他另外一個角色 朱雅虎昨天突然間大逆轉 但是又被逆轉回去了 本來大逆轉是說他這個 他有可以拒絕 可以直接交保出來這樣 但是沒有想到 最後高院是說 他沒有理由再積壓 所以發回去重新跟裁 但是第一院就說 他就是應該要被壓 所以第一院最後還是壓了他 但壓了他的這個法官 叫呂正業 也就是之前在新聞上 被封為綠色法官的那一位 這個要請教博弈了 我們先從陳佩琪開始講好了 佩琪姐姐她去參加了 西門丁廷柯文哲的活動 當然她在這個活動裡面 表達出來她跟柯文哲的感情很好 這個我是感動的 也表示他們夫妻感情真的不錯 但是對於陳佩琪講的一些話 我個人有一些想法 他說如果台灣有司法公益的話 請把他的先生放出來 就是柯文哲放出來 請還給他的老公 請還給台灣社會醫院 救人無數的科醫師 這句話聽完之後 我感覺很複雜 我只想問一下 在去年11號 藍白河很重要的那個晚上 為什麼陳佩琪沒有把他的老公 放出來接個電話 拯救國家的未來呢 把他老公的電話藏起來了 結果導致現在賴清德當選 兩岸關係持續的惡劣下去 那陳佩琪在講柯文哲 支持柯文哲話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當時他們那指高氣揚的態度 大家要記得藍白河那個時候 民眾黨的態度是多麼的高高在上 我相信大家有記憶 都可以想得出來 不用再多數了 所以就是可憐之人 必有可恨之處 就需要司法公正 就是他講的 司法不要不公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沒有什麼好包庇的 再來就是鋼鐵小草 最近隔壁台有做個民調 就是說民眾黨的民調 雖然是緩步下跌 但現在趨勢漸漸平緩了 還有13%左右 跟各位報告13%其實不少 柯文哲的風波搞了這麼久 還有13%的人支持民眾黨 這是一個滿厲害的數字 所以證明了 現在只要沒有拿出一刀拼命 他如果人口來算的話 還是好幾百萬人 好幾百萬人 對 這個滿大的 滿驚人的 國民黨也不過19%多 不好說 所以不要笑 而且你們還沒出事 對 講起來也是滿難過的 台習國民黨加油 對 要加油 但重點就是 已經鋼鐵小草 處於這種性者很性 不性者很不性的狀態 只要沒有出現 一刀斃命的不法金流 柯文哲現在狀況就是如此 所以不要說外面小草 很鋼鐵 連裡面的看守所小草 也很鋼鐵 你相信這個傳聞嗎 索方是沒有否認 但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我老實講 這真的不是不可能 很多民眾對於柯文哲的支持 是相當的忠誠的 不管柯文哲講什麼話 講什麼內容 對 他就是覺得柯文哲就是對的 藍綠就是不好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 看守所的鋼鐵小草 我不清楚 但的確是有可能發生 也代表了 目前柯文哲還是有一定的魅力 而這事情如果繼續拖下去 北檢持續的無法找到 致命的證據 來對付柯文哲的話 那我只能說到最後受傷的 反而是減少自己的公信力 因為證明了他之前的大動作 他所作所為都是政治破壞 都是政治壓力而已 所以現在北檢 我覺得真的要加油 要不然到最後受傷 會是你們自己 好 希望找到公道的 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罷免的投票已經倒數階段了 所以現在在社群上面 有出現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聞 什麼你基隆不用住了 我對你一定會開槍 怎麼樣怎麼樣 各方都有 雙方都有出現 這樣類似的一些奇奇怪的傳聞 警察也很辛苦 疲於奔命 現在有包括社區裡面 說有投票的通知單 被大量的丟到回收區 警察查出來說 原來是保全搞錯了 他抽出之後 直接放在最上面 清潔員以為是要回收的垃圾 這個保全相關 可能要被偵辦店調查 還有重陽節禮品裡面洗衣精 居然出現了不同意罷免的這些文宣 禮長說根本是無中生有 沒有請人夾帶 以及包括現在有被發現 林歐昌的妹妹 他針對謝國良 他說謝國良想要跟中國 辦雙城論壇 不得了 因為基隆是很重要的軍事要地 難道要讓中國人 來參觀這些軍艦嗎 各種傳聞通通都出來了 以及新竹現在出現一個狀況 新竹球場的大祕寶案 現在有去查 因為後來高宏安的時代 有要去做相關土壤的這些檢測 得標的是叫做創漢的這一家公司 現在被傳出來說 跟他之間可能有圖利的問題 他們新竹市政府市長秘書田正宏 這位現在聽說也被偵辦 被列為被告 他偵問之後是5萬元交保 但是這個名字去查 不得了 原來他是獨派政治信心 在2023年有一篇新聞說 他四年前也就現在往前推 五年前 當時就爆發了MeToo的爭議 他的前女友指控 他至少有四個女子受害 但沒有想到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英粉 因為台派這樣的字眼 讓他護體 居然還可以到高宏安的裡面 當市長秘書 請教偉翰 這兩天天氣轉涼了 這是多勢之秋 到處都有事 我先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你主動寫信說我要跟 這種極有敏感度的收拾精神 他絕不可能安排他 可能會出狀況 不是他 你以為追星說我要看劉德華 就安排你坐到隔壁 那馬上不告訴你 他住哪一間 對不對 什麼我沒有禁見他有禁見 我寧可被禁見 你越是這樣講越不可能 而且這個是不行的 就是說不是說 我今天很喜歡跟博弈在一起 我換一下 你在住飯店 挑室友 但是我相信可能 他自己有這個想法 就我想要 柯文哲我看很久了 他對於公眾人物 近距離看本人 而且可以一天到晚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他不會同意他的 因為他盡量要單純 第二個 那個基隆的選委會 現在在辦這個罷免案 因為只剩幾天 我們節目也很謹慎 我們不去介入這些事情 但是傳出來的 我覺得警方也好 基隆是選委好 都應該去了解 什麼是傳言 什麼是真有其事 譬如說 如果你這個投票通知單 真的被刻意收走 譬如說你把它抽起來 放上面被拿走對不對 那人家問第二句 你把它抽起來幹什麼 各自的信箱 各自的信箱 就要你把它全部收集 又放在上面 後來又被信哲公收走 做什麼 但我們不知道那個詳情 因為現在有報導出來 如果有錯 就要趕快 因為還補證 還沒投票 再來就是說 這個網路上面的一些對話 像這種威脅要幹嘛幹嘛的 有時候看起來都是 鍵盤俠 嘴巴很秋 但你不要認為一定不會發生 所以警察真的會累 因為你不可能 當初這可能只是他亂寫 如果真的出事 然後出事 警察都沒動 警察就被罵 因為有時候真的就是有一些 充足就來自於網路上面 兩句話真的就發生問題了 新竹那個球場 是一個新的發展 那個跟林志堅 其實基本上已經無關 林志堅是沒有把球場做好 這個是高華安市長後來 為了要去 要去知道說 新竹球場有什麼事情 那時候不是個大聯盟的 那個場務經理來嗎 就是這一家這個運動公司 去請來的 那後來發現說 就是漢創起來的 那後來又發現說 是不是以後新竹球場 要改善就交給他 這個工程的過程 就被質疑說 都還沒有發包 你就已經給這一個公司先 幫你去做球場調查 後來他也確實得標 但是如果有正常的程序 未必有事 只是現在既然有人檢舉 要去查那個程序 有沒有涂利的問題 涉嫌涂利 現在各地 現在是地方政府 只要跟錢有關的 高華安為什麼會用這一個 被大家挖出來 後面的爭議事件 他基本上今天上新聞之前說 我也不認識他 他並不是當中全國知名人物 只是因為他的工作上面 跟這個球場事件 當然他以前也找到 他跟蔡前總統的這個照片 那也有發生 個人的一些私得的問題 我是覺得因為 他是說他這些me too事件 後來是證明清白嗎 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爭議 就是當時有傳出 可是後來並沒有做大 我現在比較在乎的是說 這個新竹的案子 有沒有圖利 那至於他個人的那些紛爭跟爭議 那個如果當事人有意見的話 其實是可以出來再講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安國實際秀黑白大廚正式爆紅 在亞洲非常的熱議 那我們也跟觀眾講一下 我們之後如果再討論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爆雷的狀況 因為沒辦法等大家把它看完 今天我們姑且不會爆最後的雷 因為他太紅了 所以他裡面被點到這些廚師 他們背後的餐廳 現在很多家都已經預約 排到明年了 然後不只帶忘了 這個韓國的這一些 各家的餐廳 連台灣的旅行社都一併被帶忘了 為什麼 我們看到雄獅旅行 直接推出了1萬元有找 說可以直接到裁判白種員 他們開的餐廳裡面去用餐 而且他是999 1萬塊有找 還不只是吃餐廳 還可以滑雪 採草莓 還有各種秘境瀑布的Cave 就非常非常活動 沒想到這麼便宜 四天1萬元有找 節目開播之後 很多餐廳的銷量 是直接增加兩成 另外一家旅行社 是164990這樣的一個套餐 但是還滿妙的 他是帶你去這些很厲害的餐廳 可是他已經訂不到了 訂不到怎麼辦 去門口打卡 就拍照打個卡 代表我來過 搞不好你還可以遇到這些廚師 或者另外一個安排你DIY 做出這些節目裡面 很有名的韓食料理 現在總共有65000多人上線搶訂 他的訂閱量 暴增了148% 另外一個人跟台灣也有關係 很多人對這個白湯池 履進來印象很深刻 就大師的風範 但沒想到他是台灣人 台灣人住在南韓的華僑 台韓混血 他的中文講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因為他是很多後輩 非常仰望的一位大師 但沒想到背後被打敗 但是他的姿態都還是很謙虛 他兒子因為很多網紅 去拍他們餐廳 他兒子出來接待 他兒子雖然從韓國出生 韓國長大 但也是講得一口很標準的 台灣腔的中文 然後他一出來 怎麼長得那麼帥 台灣人住到韓國住久了 居然也百分之百的像 韓國人的一個樣貌 還有包括另外一個是 拿破裏黑手黨 我要請博弈要小心 我們不能講到爆雷的點了 好 例子提拉米蘇 就他做的一道菜 非常非常有名 爆紅 所以連他們的超商 都看他聯名 賣得不得了 賣得很暢旺 連他自己本身 這個要跟他訂的時候 聽說都有黃牛 黃牛一次的金額 居然到2萬 可以來搶他們餐廳的 這些訂單 黑白大廚為什麼這麼爆紅 韓國的媒體 當地媒體直接分析三大元素 第一個大師對上了無名小卒 很像熱血少年的漫畫 而且不一定是大師影 以及他覺得有盲測 盲測這個方式 就非常非常的公平 而且兩個評審盲測 居然還講了同道 同樣的點 更加襯托出他的評判 是非常的客觀公正 然後還有包括 這是一個沒有反派 就沒有那麼drama 但是他是純淨的 為了展示自己的廚藝 大家很認真的 在講吃的這件事情 有一個有趣的李愛德華 他住在美國 他是韓醫的名廚 他因為上廣播節目 爆了一些料 他說他口譯常常很不完整 譬如說現場 大家講了15分鐘 但跟他翻譯的那個人 只有講一句話說 你就是要選什麼什麼什麼 就直接給他一個命令式的 他覺得這樣怪怪的 然後他還爆料滿多的事情 請教博弈 請講不管你喜不喜歡南韓 但是他在演藝界 很多推廣跟用心 我們比較學習 韓劇之前還記得 創造非常多有名的風景 讓很多人到韓國 就是為了看 還去某個大橋 某一個鎖鏈 哪一個意象 然後之前還記得 魷魚遊戲 大家會去找韓國的一些小吃 一些他們之前的一些 古玩的東西 到這一次 他連餐廳類 連食品類 都重新打開了 對全世界的廣度 很多外國遊客 是去看這些廚師 他們的店好好不好 剛剛主持人講很多 大爆滿 你店都訂不到位子 但是這個黑白大廚 我說真的 真的滿厲害 他的設計點 不只是石敬秀 他故意突醒了 階級制度的概念 一開始有100個廚師 有20個叫做白湯匙 精英廚師 另外80位叫做黑湯匙 是民間廚師 兩邊互相的比較廚藝 但不是說一開始就對決 不是 一開始白湯匙高高在上 看著這個黑湯匙80個人 先殺出前20名再說 他們是用高高在上的角度 看著這些黑湯匙 在下面所謂的比鬥廚藝 20名才有資格跟他們比鬥 但當上來之後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塑造 階級對立的感覺 白湯匙都是很厲害的高手 黑湯匙你必須要打贏他們 熱血 會讓很多民眾有共鳴 我覺得他還有一些 基本的元素 比如說他有一些中年的 媽媽做學餐的也好 或者他做看起來很 一般的中年婦女 但他們都非常認真非常厲害 甚至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穩定軍心 讓人家覺得說 這些大媽們真的很強 所以他有一些基本元素 滲透在這個節目裡面 你會看得很感動 尤其是在基層的這些民眾 打拚的人 覺得熱血澎湃 而且剛剛講到 這個若沒記錯的話 白湯匙履進來 他被淘汰 但他的土地是黑湯匙 有進擊 我不曉得大家看到哪一集 我不知道 沒關係 這一個點可以爆 因為這很前面 這個都沒看過 應該就沒興趣了 後面都不講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完結了 但是整個規劃的流程 大家不要只是覺得 好像韓國很冷血壓 但實際上他考慮點非常多 第一個他是盲測 兩個評審是盲測吃東西 他不會看你是誰 看你誰做的 有心理印象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才會造成很有名的白湯匙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神奇的是 雖然盲測 雖然閉著眼睛沒有溝通 但我們講的點是一模一樣的 對 所以就增加他的可信度 沒錯 真實 不過坦白講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腳本 這個我不是那麼確定 所以才會講到同一個點上 但只要看出來 大家會覺得比較真實 然後還包括了 他的過程當中 就張力會比較強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六保姆把兩歲不到的兒童 直接虐死了 虐殺的過程讓你覺得不可思議 畫面上這一位 大家都很納悶 為什麼一個變態 硬要在網路上裝成天使 真的是令人髮指 現在看到六把媽網紅 虐死了兩歲的兒童 監視器的過程 都拍到了他施虐的這些經過 這一位姓宋 宋姓的保姆 他本人有養育六名子女 他的粉絲有八千多人的追蹤 一天到晚在臉書 曬他很愛小孩 照顧小孩 還罵那些虐童的人 結果自己多糟糕 2023年2月的時候 因為有個單親父親 他的老婆不幸病逝 他自己本身是軍人 所以他沒有辦法 照顧他的小寶寶 一歲十個月 所以他都托給了 這一個宋姓的保姆 而且他每個月給他3萬塊 全日的托育 照顧到今年2月的時候 他直接變成監護 但很吊詭的是 在3月就變成監護後一個月 他又說我不想再照顧這個小孩 他怎麼虐待他 重摔 晃頭 用斜把打 還包括打到他骨折 後爐出血 捏大腿 舉手懸空 斜把打 頭部灌水 撞牆 摔這個澡盆等等 真的是令人乏指 覺得不可思議 15多處出現這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傷口 然後有腦症障 出血170毫升 失去了意識 當時這個宋女 小孩出狀況的時候 她還說小孩子是溺水的 是後來人家檢查說不對 身上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傷 怎麼可能是溺水 整個事情 案情才曝光 高雄市社會局也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說這個女的在3月11號 要申請停止托育 你二月才剛變成監護人 隔不到一個月 你就申請停止 那你社會局要立刻介入調查 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他停止 但是他沒有讓他停止 他到6月13號都案發了 才讓他廢除他相關的資格 那這個過程當中 形同是無造的保母 那他一天到晚在臉書 還罵其他虐童的人 這真的讓人覺得這個不可思議 但社會局難道沒有責任嗎 請教偉翰 因為他叫六寶媽 其實他是五個小孩 他把他先生算進來 對 他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先生是軍人 他是軍眷 工作穩定 所以先生也是他的寶貝 他有五個小孩 然後他還強調 他是這個原住民的孩子 他是基督的信仰 然後他的家庭非常單純 所以你光是看這個 看這個網路的這個形象 今天送給他 他處理就對了 最安全嘛 結果死掉了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每個一段時間出現這種虐童新聞 那你既然沒有辦法忍受小朋友 他說小朋友不聽他的話 洗澡的時候 頭在那邊閃來閃去 結果就抓去撞牆壁 你知道嗎 那個驗屍報告 小朋友的爐內出血 多達一百七十毫升 那頭已經弄到都出血了 對不對 那你既然沒有耐心 可是他自己也有 那麼多小孩五個小孩 他照顧他一年了 然後變成監護人 隔不到一個月說 他要放棄這個相關資格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因為現在看 社會局不會去查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狀況 就是說 也許他是一時氣憤起來 因為他自己有五個小孩 那他的小孩有沒有這個狀況 我現在看不出來 那或許他一時情緒失控 他真的打了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被他打死了 可是他的家長也要去關心小朋友 你們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案子如果發生在雙北 會立刻被每個細節拿來爆炸 但發生在高雄 其實相關細節一堆問題 但沒有人追 很奇怪 現在目前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新聞出來以後 我相信大家會去追了 只是跟大家講說 還是要多注意 即使他原本可能紀錄還不錯 又有那麼多小孩 但居然也出了這麼不幸的事情 會不會追高雄市政府的責任 我等著看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有這個女網友把她們的經歷 寫在網路上分享 大家仔細聽看到底有沒有道理 她突然去見男友的家裡面 見對男方的家人 但沒有想到餐桌端菜上來的時候 居然用的是不鏽鋼的碟子裝菜 他一看立刻覺得不對 立刻掉頭就走了 為什麼 他說只有窮人家 才會用不鏽鋼碟來裝菜 他說這叫窮人碟 你不知道嗎 家裡不窮 心太窮 這樣的人很吝嗇 不會照顧我的 超級難相處 所以他就把他分享出來 但大批的網友有的認同 有的說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叫窮人碟 你會不會覺得你管太多 你管人家碟子用什麼 另外一個網友跟他說 還有 我也聽過 對方端出第一道菜 叫做鹹菜鴨湯 長輩也覺得不妥 立刻離開 為什麼呢 鹹菜鴨湯 台語叫做阿羅大 會讓對方很沒有面子 所以看到也覺得 這個我們不能跟他結為親家 請教偉漢 其實我大家可以做選擇 阿羅大那個確實 我在台中是有聽過 你有聽過 對 有 有 但是問題是人家可能就正好 正好端上來 可是這道菜我喜歡 對 因為一般也不會第一道端湯 所以會覺得好像有點給你下馬 有時候雙方可能一見面以後 這湯幾乎是尾聲 雙方可能家長一見面以後 吃飯茶的菜就 阿羅大 拜訪女家趕快來喝這裡吃 讓你做股做壞 是有這種 但是誰會上第一道上湯 那是第一道上湯是怪 但第二個 這個不鏽鋼盤 這個問我就對了 這我可看得多了 好不好 因為我們家常常用 你們家也是 如果你有用大銅電鍋給藏材 或者是你去蒸 所有的包含店 事實證明了 用鋼鍋的全是有錢人 不是 絕對不是窮人 對觀眾會有有錢人 像偉大一樣的有錢人 有錢人也是用鋼鍋的 用不鏽鋼跟有沒有錢 你沒有辦法直接判斷